大家看看啊 2021年中央调剂基金 搅拨差额情况表 是吧 然后你看啊 这个能自己发出养老金的省份不多了 2021年啊 这刚是这是两年前 现在可能更差了 情况可能更差了 只剩下五个地区能自己发养老金 你看中国的养老保险各省是不能互通的 就是各省的财政状况是天壤之别啊 是天差地别 差的特别多啊 北京 上海 广东 浙江 江苏 去年 职工养老基金的支出是5.9万亿 我听说他们拿了这些钱去股市上炒股 好像赔了百分之五 好像赔了 今年赔了 占总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啊 GDP 的百分之四点八 呦 差不多四点八 二十一分之一 二十一分之一 是吧 是去年的教育经费的 而去年的教育经费是3.2万亿 只有养老的一半多 一半多啊 社会已经从养小为主转为养老为主了 很可怕 很可怕 不过我觉得才五个省啊 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福建呀 像福建 胡建胡建胡建人 是吧 像山东 是吧 山东印 是吧 这两个省都不行了吗 是吧 过去觉得这两个省还说的过去 是吧 天津早就不行了 天津最近连那个公交公司的 可能有一两万个职工的那个工资都开不出支来了 山东也不行了 山东资博的公交公司也开不出工资来了 现在这中国多可怕呀 对吧 很多省 是吧 好像湖南吧 什么衡阳啊 衡东啊 是哪啊 好像湖南一个县 两个县 那个公交公司也开不出支来了 是吧 你连这个最后连这公交车都停了 这社会秩序 基本的交通秩序 这个老百姓基本的出行的需求 你连一个政府 你连这个都满足不了了 对吧 你们也是贪污啊 你们腐败呀 你们乱花钱呀 也太过了 这个看看啊 月饼滞销 大闸蟹降价卖不动了 今年的中秋节哈 各种的月饼大闸蟹卖不掉了 过去有那个大闸蟹的票 给你一个卷你去领去 就是送礼 给客户什么的 是吧 月饼原来我还卖过呢 我从哪进的货呀 就在宣武区虎房桥 虎房桥路口的西南 就是那个郭德纲 说像是那个湖广会馆的南边 大概50米马路边 一个食品商店 那个食品商店真正的老板 是一个警察 是那个宣武公安分局的刑警队的 宣武分局第十科 内保科 有一个老头叫李友棠 那会儿还鼓动我 让我举报 让我监视我们公司的美国人 给客户